欸 姐姐 你要买什么 舅舅舅 你还记不记得 上次我给你做的那个笔筒 你不是说丑吗 可能就很丑啊 我都不敢拿去学校见同学了 哎呀 知道嘛 所以我这次次 巨字花了60块钱 买了一个超级无敌少女的笔筒回来 嗯 才60块钱 60块钱的笔筒很贵好不好 我做出来送给你 你一定会喜欢的 看这个包装 确实很少女心哦 就是不知道你做出来 会是什么样子 毕竟你上去 嗯 哎呀 这是绝对不会的 你相信我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材料 你看 各种各样的材料非常的齐全 给我点个大 开始了 首先把这种红色的黏涂铺在笔筒上 我来我来 交给我 行吧 不均匀一点 我来做一颗水晶球 我来终于帮你把这张大饼给铺完啦 我的精灵球也快做好了 OK 来安装一下这个笔筒 这一个放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刚刚非常认真做的水晶球 那我把它挂在这个地方 小弟子就是我的筒了吧 它装入底座 哇 这些装饰还挺好看的 还有bling bling的珍珠 给它贴在边边这里 看到今天这个头发 是我给她扎的一颗爱心 是不是很好看呢 王婆卖瓜 直卖直瓜哦 我才不是王婆呢 你还少一个字 啊 等下王婆都不是在这里的 应该在这里 哈哈哈哈 看见你这个字啊 我从日本工作想到了 媒婆 哈哈哈哈 你这小熊又是不听话 我就把你许配给地主家的傻儿子 完成啦 我今天做的这个60块钱的笔筒 和那个1块钱的笔起来怎么样呢 我感觉还是那个1块钱的比较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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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觉还是那个1块钱的比较好